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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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咒友 又來到九圍的這些旅行坡 我今次去哪呢 看到我帶著潛水 就知道我去潛水 今次是Skill Dive 去恆春 大家都知道恆春 是近海的地方 所以就是那些地方 現在又在左營站 在等著 恆丁發線 我買了九點半的恆丁發線 現在是九點零二 在等著它 先吃個早餐 上車再跟大家說 Hello 大家好 我就下車了 來到這裏恆春 那其實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之前的恆春片 都看過了 就是這裏了 給大家看一下 那它一下車 就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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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到這裏 對面就看到 恆春 那個 平東縣恆春分局的警局 就在這裏 就在這裏 就在這裏等著我的朋友 我又帶了很多東西 等一下 到真的有這裏 再拍給大家看 或者去那裏看東西 再跟大家說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就來到台灣潛水度假村 我有個朋友在這裏做教練 所以我就來這邊潛 下面一張床 上面一張床 總共這裏有四個這樣的床 所以一間房間 一共有八張床 我就睡這裏上隔床 明天我才會潛 現在我的朋友有工作 待會我們再去看 去那裏玩 再拍給大家看 拜拜 我們之後就去一個溫泉旅館 浸溫泉 而這個溫泉旅館 就算你不在那裏住 你另外付錢 都可以浸溫泉 以上的相片就是它的環境 都蠻漂亮的 Hello 我就來到我的行春第二天 我已經準備好潛水 現在10點的潛水 現在9時39 設好一些東西 整理去 我們整理完些東西 我去到準備出發 去到落水的地方 差不多10點11度 這個位置 就是他們教練 稱之為油質 下到去都會看到很多不同的魚 有小丑魚 梳魚 然後其他相片 還會看到海龜 錢 看到海龜 教練也跟我說 這次很幸運 然後海龜也看到 簡直是值回票價 大哥 大致上是這樣子 大家好 我就來到優家生魚片 其實上次都來過 不過這次這位導遊 重新再帶我來多次 我來過 上次來恆春的時候 他們的價格很相宜 他說二百多元有成 二百多元台幣有四十片 我以為你說二百元有二百片 可以 自己捉吧 自己捉就有 你又說不能吃肯定的魚 可以吃 你不可以釣 不可以釣 怎麼吃 我會把這聲音放大 那我們進去就跟大家說 Bye 好了 我們的東西到了 就是到了兩碗白飯 做一次你的月餐 他帶我潛水 然後就帶我來吃白飯 沒問題嗎 當然沒問題 我會上網撲皮他 那我們的東西就到了 大家看看 有生魚片 水蓮 金沙豆腐 牛柳 這是什麼牛柳 沖爆牛柳 沖爆牛柳 我們就去一行城牆 大致上就有這樣的風景 之後我們就直接跳到下一日 去到第二日我就拿了個360 CAM 我用的模特兒就是 Insta360 ONE R 但是下了潛水殼之後 他就會沒有了Insta360 他最引以為傲的隱形自拍棍功能 因為他就算隱形到自拍棍 他都隱形不到潛水殼底 就好像有某些畫面 你就會看到它的底 但是這個是先天性的缺陷 就不能搞了 但是360 CAM的好處 就是你不需要調整一個特定的角度 你只要在後期的時候 去調校你就可以剪到你想要的畫面 這個就是360 CAM的好處 在海底就更加好用 我們來到海生館 有這個瓷魚 這個是稀水池來的 是可以稀水的 我們現在進去了 在這個大門口 我們先找餐廳吧 好 我們就進來海生館了 我們還沒找到餐廳 但是他有這條看魚的隧道 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我們繼續去找餐廳吧 好 我們先走一走 找到餐廳再跟大家說 連大雲還有小魚 我們是到珊瑚王國環海底隧道的正上方 在那邊可以讓大家看看是魚員 他們平常是魚 那我們就找到餐廳了 我就叫了一個照燒魚柳 魚飯 然後他就叫了一個 咖哩米粉 咖哩米粉 對 就是這樣的 好 就是這樣的 那 都小貴 我們兩個加起來要580元 不過算了 他是一個 就是博物館裏面的 博物館裏面的餐廳 被人看都是無可口非的 好啦 那我們等下 看看有什麼題材跟大家說 拜拜 哈哈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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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來看到餵食企鵝 等一下就會有餵食企鵝 這裡就是企鵝館 極地 極地 極地太美了吧 好 好 好 目前所在的位置 是世界水域館一樓 極地水域區 鮮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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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一般我們在吃 花生小魚乾 裡面的這個小魚乾 還有 魷魚 跟蝦米 不同的食材裡面會富含的營養素 當然也會不太一樣 所以 若是真的要讓生物營養均衡的話 多提供一點不同的食材 讓他們享用 會是一個還不錯的方式 是1個小魚 幅和新鮮魚 1個小魚 2個小魚 3個小魚 4個小魚 你真的蝦米 哈囉 那我們就走完海親館了 有什麼看法 因爲 為海豹 為奇蛾 為鯊魚 對,全部都是胃的 中間還有一些虎化石那些魚 潛水艇 對,拿潛水艇,但是潛水艇有點滑 門口就在這裡 你們進來都會看到這個噴水池 但剛才進來的時候就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噴水 整體來說,這裡的行程是 我想三個小時是 我們吃完飯,兩點 現在他收五點,現在四點五十五 四點五十五 其實都ok的 ok的,就是這樣 不過來不來一次都ok的 對,就不用經常來的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他有連票 九百九十九元一年,就任入的 成人票一張就是四百五十元的 所以來一次就算了 天天來嗎? 而且這裡其實都不太適合 都跟市區走很遠 那我們現在就出去吧 那我們等下再說吧 拜拜 拜拜 那我們就沿途走出去吧 之後我們就去了俄亂秘道看日落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照片 那個位置的日落是挺漂亮的 那個位置就是曾經被譽為是台灣最藍點 但之後就被一個更加藍的地標取代了 而那個地標我就沒有去到 我們之後就直接去到最最後一天 那天早上我就去了玩直立版 都挺好玩的 不過太陽就太曬了 我有幾個位置都曬頭脫皮 我這個行春之旅就以這個直立版告終 那等一下我們就直接回到家 等我詳細講解一下這隻DESIGN G1 SOLAR的使用體驗 當中就有Style Vlog 以及直立版的運動日誌 HELLO 大家好 那大家剛才都看完我整個行春的潛水Flog 那現在就來講一下 我這隻DESIGN G1 究竟它幫了我什麼 或者它DiveFlog會有什麼資訊 那我首先先講了怎樣進去潛水的模式 那它Default其實就按個Start這邊 那這邊就是它Safe了你會潛水的模式 譬如單一氣體、混合氣體、儀錶潛水、自由潛水、自由潛水、自由潛水暴列 那這幾個就是它的潛水的模式 那我今次就是用了儀錶潛水的 那我等一下先講一下為什麼我會用了儀錶潛水 那我先講一下有什麼分別 譬如單一氣體 你按進去可以設定很多的東西 譬如可以選項 那你設定氣體、保守的程度、水的類型、PO2 即要什麼的Alert、安全停留、上次的減壓停留 那結束潛水的延遲 那這個什麼叫結束潛水的延遲呢 結束潛水的延遲的意思就是 它感覺到你上升或者離開了水面 那它會在那裡再繼續保持潛水模式多三分鐘 因為有時候你剛剛上升或者剛剛潛水 或者你去到某些位置 它感覺到你好像已經不在水裡 但其實你還在水裡 所以這個是你可以自己再調教的 那背桿就是在你潛水的時候 用滲率 那雙擊 這個是真的幾有用的 雙擊切換螢幕 那你潛的時候真的可以Double Tap 然後它就轉了另一頁 那這些就是Z 靜音、減壓、鎖錶那些 那混合器體一樣 都是可以進去之後再設定 就是這些 那我這次是用移錶潛水 那為什麼我用移錶潛水呢 其實我沒有選擇 因為呢 那你知道潛水有時候 就是你收拾完的東西都很多東西的 那我又要帶上相機又要等 你自己下去 它就Bill a Sense到你入了水 它就會自動開啟移錶潛水 那移錶潛水呢 它就會有說 你24小時裡面只能夠做一次而已 那其實也可以設定 那你不設定也沒所謂的 那你按 開始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一按進去 它就有個GPS的了 那它就可以定位了 那但是呢 如果你要記住 這個GPS 是要在水面才行動的 那就是 它定位那一刻 要在水面才行動的 那我就不知道 如果它定位之後 它能不能夠做到其他的功能 那有什麼其他的功能呢 那它就好像直立板那樣 它其實可以 做一條路線出來的 那但是 這個待會再給大家看 那 那遙錶潛水 那 那可以大家看看電腦螢幕 那其實呢 它就會有三個頁面的 那我呢 那我呢 就會用第三個 那第三個呢 那第三個呢 就會有溫度 這個深度 目前的時間 深率 和 潛了多久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最有用的 因為呢 除非你要找方向 那第二個呢 就會找到方向 那如果不是呢 它第一個呢 我覺得它太多 不必要的資訊 譬如平均深度 其實我覺得 我不知道其他 那但是 在於我這 兩次潛水道 我就覺得 在平均深度對我來說 是不需要即時在一隻標誌 那溫度 溫度 都需要的 那但是 它就多了這個 然後它的計時在上面 就變了我看的東西 好像不太全面 而且它沒有目前時間 我覺得不太好 那所以我就會選擇 我就會轉去第三個頁面 然後呢 那我就說 今次還有用到什麼 就是我的直立板 那直立板 它都會記錄低的 那現在來到重點 就是Dive Vlog這邊 那Dive Vlog 其實呢 它每一次都會有 潛水日誌 就是會有Dive Vlog 那還有一個就是 上次運動 上次運動的時間 那上次運動的時間 可以看到 這個是直立板來的 那我等一下再說直立板 因為大家都看到 我最後是有玩到直立板的 那大家先看看這個Dive Vlog 好了 進去 那大家就會看到 那它會看到 這一次的潛水 是潛了37分鐘 37分半 那最低溫度是多少 12.5米 那你再按進去 那它拌一拌 它就會有些細節 那其實這些東西 都可以在APP上看到的 那我先找了指標 會看到什麼 那你再按進去 那我按所有統計 其他呢 其他的統計 那個圖表呢 其實 不太有用 我想說 在錶上就看 不太有用 所以 通常都是看所有統計 有這裏 入水時間 出水時間 潛水時間 平均深度 最低溫度 平均深率 然後 水面停留 水面停留 這個計算你上一次的潛水 這個是我第二天潛的 它就會有顯示到22個小時 卡路里 平均深率 最大的深率 那為什麼我說其他圖 其他圖有點奇怪 我覺得看不到什麼 可以看一下 比如深率 這裡 它沒有看不到最高的深率 它有看過時間 但是我覺得 沒有知道圖表 它顯示的數據有點奇怪 比如深度圖也是 有一點奇怪 因為它沒有數據在上面 它只有圖 你看看這個 它有0和最深 其他全部都是古 我不知道它怎麼看 它知道0和最深 但是它整個圖表 是沒有任何的數值在上面 然後 這個是溫度圖 溫度圖的情況 就是跟剛才的深度圖 有一點點接近 又是沒有什麼數值上 你看看 它只有28、29 然後 它的圖表是這樣的 然後 沒有任何東西 然後 就 剷除了 剷除就是不會 它可以按到的 這個是你最近的 你按下去 它就會有 之前的紀錄 如果你之前有多潛幾次 我相信它可以繼續按下去 因為之前潛多了一次 這裏就要寫 22年5月8日 就潛了39分鐘 10.1米 最深 你按下去 它又是會錄回那個 又是有這些 所有統計 先說直立板 就是上次運動 它一樣的 其實它看到的東西 是一樣的 3.76公里 2小時 12分鐘 24秒 平均 就是3 35分鐘 10秒 1K 又是看了所有統計 又是有這些 然後就訓練效果 它又說到 你有養無養 負荷 有養多少 無養 維持了多少 無養維持了多少 這樣 心率也是 也就是 這幅不太看得明白的圖 它這個簡直是 連最高最低都沒有 只有時間 沒有數值 單圈資訊 它這個計法 是有少少少少 有少少奇怪的 平均是1公里 好了 我就找到了 直立板 它是可以設定 它怎麼為之一圈的 你按到直立板設定 就是資料畫面 警示 電量 接拍器 自動計圈 在自動計圈這裡 就可以設定 你會看到 自動計圈你要先按開啟 自動計圈的距離 你可以設定1公里 可以設定1公里 可以設定0公里 可以設定0公里 0.2公里 0.2公里 就是200公里 它主要是 1公里1圈 它計算完1圈 它就會跟你說 你完成1圈 在Apps上 它也會有提示 大致上是這樣 地圖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如果GPS定位完 它是可以 做到一條路線出來的 沒有的 它就只有一個開始和終點 這樣 現在就轉回到Apps 其實看到的資訊 就不太多 無論是DiveLoft 還是其他運動的Lock 都是一般的 但是如果你想讓人知道 我上次潛水 或者我上次的運動紀錄 都可以直接在櫃裡顯示 大致上都有的 基本的資訊都有的 但如果你想看細節 就看電話了 電話這裡 就是看到我有兩次的移標潛水紀錄 你按進去 這個地圖 其實是我自己設定的 你可以看到 剛剛看到的東西 都會看到的 就是10.1米深度 39分16秒 平均深度多少 它這些的表 這個表就會正路一點 就是0到11 這個是一個深度 對 打橫就是你的時間 潛水時間軸 這些全部都可以打橫再看 現在這個Apps 還有少少筆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就這樣進來 它的深率會擋住 但是不要緊 只要按它出來 反轉它 就沒有問題 然後塗層又可以設定 這些就變成有資訊 就更細節 就是有時間 然後有這個深率 你按出來 就沒有東西了 所以它這個是有少少筆 但是這個筆 是不影響操作的 這些表我不再按了 其實深度 就是一樣的 然後它就會有些細節 潛水時間 水面休息時間 為什麼這個沒有水面休息時間 因為這個是我第一次的潛水 當你是沒有潛過水 就不需要計算水面休息時間 大家看到第二個 就是第二天的潛水 就是接著這個第二天的潛水 那個就會有22小時 平均深度 其實這些都可以自己 之後再補回資料 比如這些位置 你按這個 編輯潛水 你所有東西 都可以再補回 比如溫度 水面狀況 入水點 出水點 那我就說 如果你在水面 先設定好 你的標 按了一個潛水 mode 等它的GPS 錄完 其實它就會自己 記錄你的入水點 出水點 我們來看第二個 它一樣 這個就有水面休息時間 大家看到 水面休息時間 對比上一個 就是22小時 都是看那些 潛水時間 水面休息時間 平均深度 最大深度 重量 保守設定 入水時N2 入出水時N2 入水時CNS 出水時CNS 這樣 這些其實 大家都可以設定 一樣可以按 編輯 直立版的厲害之處 就要出到另外一個APP 5月10日 5月10日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直立版 按下去 它有路線圖 即是你玩 怎樣去怎樣回 按下去 它可以放到那麼大 第一個 它計算第一圈第二圈 第一圈 第二圈 第三圈 基本上就是這樣 我整個FLOG 這樣用完就得出這些總結 就可以知道 標的潛水FLOG 或者其他運動 是怎樣用的 因為它說明書 也不是全部運動都有說的 它說明書特別有說的 運動是有 跑步 游水 三項鐵人 室內運動 攀岩活動 探險 手獵釣魚滑雪 高雨呼球 衝浪 其他都是沒有的 因為它經常都說 自己的標有三十多種運動 可以選擇 但是 這三十多種 是沒有詳細列出來的 即是在它的說明書裡面 當然它在標裡 是有列出來的 就是你設定的時候 你可以設定哪些運動 放在哪個位置 總括來說 都是那句 這隻標是很好用 不過使用上 會有些前期的setup 或者會有些複雜 這次的vlog 加上潛水錶的總結 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就跟我說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like subscribe 和share 那我們就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